每個人都演過一些荒謬的 你是日常都在演一些荒謬 我就沒有特別問你了 太荒謬了 你有演過正經的角色 然後沒有人理你的嗎 我印象很深刻是之前拍了一部電影 然後在一個很正戲的時候 就是哇 男主角現在很有危險 然後我要跟他講說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然後那一幕就大特寫我的臉 黃燈會大笑 手硬會 手硬 手硬會直接大笑 好失禮 哇塞 然後啊 對 因為我自己看我也覺得 真的是太好笑了 會嗎 還在努力中啦 還在努力中 日常如果有諧星這個形象 是諧星的悲哀耶 你可以看到小鐘哥講認真話 我們就覺得很好笑 但演戲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當你真的很專心的時候 鏡頭還是會幫助到 而且你真的很專注的時候 觀眾其實是笑不出來 有例子 那個趙哥 對 趙哥 像黃燈會到現在 那你看他也不會覺得好笑 嗯 憲哥找不到的意思 憲 原來他都是演戲 憲哥都演一下五齡高手 他演在認真高手 他的認真是一般人不一樣 家裡是我 看到初戀情人 怎麼都一樣 你們仔細去看 真的 我們沒有想要仔細看那麼多 對對對 所以就是算了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啦 嗨 我是Sandy 無善如 這是哈希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